你手里的分页卡值多少钱 大家好 欢迎收看房源诚意 我是宇晨 大家都知道分页卡是人们作为加拿大永久居民 可以居住在加拿大的身份的凭证 也是在这里合法工作 领取福利等等的重要凭证 你有算过一张分页卡到底值多少钱吗 有人计算说 仅仅从留学的角度来说 他至少省了200万人民币 计算的方式呢 参考了2022年到2023年 加拿大三所名校的学费 大学分别是多伦多大学 华铁卢大学和UBC大学 从这个对比表格 我们可以看到 四年大学的学费 本地生和国际生的花费的差距 是多么的巨大 多伦多大学居生后呢 差距达到了20万价币 而华铁卢大学和UBC大学 也达到了13到18万左右 如果再考虑到不同专业的学费的差距 我们呢 以UBC大学这个举例通过的对比呢 就可以看到 建筑学专业 四年下来的差距13万价币 计算机科学专业呢 达到了15万价币 而商科专业达到了19万价币 也就是说 对比下来 国际生的学费 大概是本地生学费的4.5倍之多 如果是中学 就来到加拿大 低龄留学的范畴 加上前期的学习的费用 以及留学加拿大的日常的衣食租型的费用 那么轻松是超过200万人民币的 这还不考虑近年来国际生学费的上涨 加拿大统计局数据显示 2019年到2020年 本科留学生的平均的学费是上涨了7.6% 研究生留学生的学费的上涨了4.4% 而加拿大本地的本科生的平均学费 却下降了5.3% 研究生下降了4.5% 显然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先移民再求学 当然是顿经济的家庭的一个教育规划 比如父母先申请移民获得分页卡 然后带着孩子登陆上学 尤其是对于低龄的孩子来讲 是非常好的选择 以上还仅仅只是就留学一个方面 来讨论分页卡的价值 如果在项上医疗工作福利等等许多的因素 您觉得一张分页卡到底值多少钱呢 房源成语让我带您掌握房产没动 我们下期见